诚心和气圣于观心 家庭有个真佛,日用有众真道,人能诚心和气,于色婉颜,使父母兄弟间,行海两世,一起交流,圣于调息观心万倍以。 家庭里应该有一个真正的信仰,日常生活中应该遵循一个真正的原则,人与人能够心平气和,彼此能以愉快的态度和温和的言辞相待,那么父母兄弟之间感情就会融洽,莫有隔阂,意气相投, 这比起坐禅调息和观心内省还要强上万倍了。 动静何一道之真体 好动者云电风灯,世纪者死灰稿木,虚定云止水中,有冤飞于月气象,才是有道的心体。 好动的人像云中的闪电像风中的烛火一样,忽明忽暗,又摇摆不定,好静的人像冷却的灰烬像枯稿的树木,一样,死气沉沉,又毫无生机。 人的心映像在不动的浮云中有自由飞翔的鸢鸟,映像在静止的水流中有任意跳跃的鱼儿一样,静中有动,而动中有静,这才算是达到了真正符合有道的理想境界。 择恶无态言叫善无过高 工人之恶,无态言,要私其堪受 叫人以善,无过高,当使其可从 批评别人的缺点,不要太过严厉,要想想别人是否能够承受 教导别人做善事,不要期望太高,要考虑别人是否能够做到 静从会生明从暗出 奋虫智慧,便未缠,而隐漏于秋风 浮草无光,化未盈,而要采于夏月 故知节肠自污出,明美从会生也 粪土中的幼虫是最肮脏,可是一旦蜕变成蝉后 却知吸引秋天洁净的露水卫生 腐败的草堆不会有光泽,可是孕育出的 萤火虫却在夏夜里闪耀出盈盈的光彩 从这些自然现象中可以悟出一个道理 那就是洁净的东西常出自污秽之中,而光明是在黑暗中孕育 身章正气再现真心 经高俱傲,无非客气,降伏的客气下,而后正气身 情意一时,尽数望心,消杀的望心尽,而后真心现 交金自高而傲慢无理,都是外来的血气,能够把这种血气消除下去 那么光明正直的浩然正气才会出现 七情六欲都虚幻无常,全是望心所造成 能够铲除这望生的分别心,那么自己善良的本性才会显现出来 事物吃除性定动正 饱后思味,则浓淡之净都消 色厚思吟,则男女之献尽绝 故人常以事后之悔悟,破灵事之痴迷,则性定而动无不正 吃饱之后,再品尝美味佳肴,则食物的甘美,是体会不出来的 交欢之后,再回想淫欲之事,一定无法激起男欢女爱的念头 所以,人们如果经常能用事过以后的悔悟之心 来作为另一件事情的参考依据,便可以消除错误 那么心意就不会动摇,而在行动上就不至于出错 志在林泉胸怀狼庙 居鲜勉之中,不可无山林的气味 处林泉之下,需要怀狼庙的经伦 身居要职,而享受高官、厚禄的人 不能莫有隐士的淡泊名利的思想 深处隐居山林清泉的平民百姓,应该胸怀治理国家的大志和报复 无过是公无愿是德 处事不必邀功,无过便是公 与人不求感德,无愿便是德 人生在世,不必去强求名利功劳 只要自己没有过错,就是最大的功劳 施恩给人,不必去强求感恩戴德 只要别人没愿自己,就是最好的回报 悠勤误果,待人误哭 悠勤是美德,太苦则无以事性宜情 谭博是高峰,太苦则无以寄人利物 尽心尽力认识是一种美好的德性 但太过劳苦,就不能使性情得到欢与快乐 淡泊清心寡欲是一种高尚的情操 但太过逃避,就不能对他人他事有所帮助 言其初心,观其末路 是穷是醋之人,当言其初心 功成行满之事,要观其末路 对于在事业上遭受失败而万事不顺的人 我们应当体谅他当初的本意是为了奋发上进 对于在事业上已经成功而万事圆满的人 我们应当要看他以后的道路上能否保住晚节 对于在場地 websites 噢趾对于理想尽力 Overtime 然后再加 78 şey 参考虹 有